越来越强烈的极端气候正一步一步冲击着我们 根据统计台湾受到全球暖化加上热岛效应影响近百年升温1.4度 相较全世界平均升温0.7至0.8度上升幅度降近一倍 出现极端气候的情况也比过去剧烈 台北自制上的天署在过去三年已经平均大概有65天是处于超过35度的高温都出现了 这是第一个是高温的日数增多 另外一个是降雨的改变 所谓的小雨都明显变少了大概少了三分之一 然后极端的暴雨又增加了一倍 这个都是一个暖化价造成气候变迁的主要的证据 暖化所造成的极端气候影响最明显的就是靠天成长的农作物 甚至已经对我们生活开始产生所谓的餐桌上的变化 是想看看今年是不是有哪样食物想吃的时候就是吃不到 比如说例如今年暖冬嘛 所以在一二月的时候啊像我们荔枝 这个开花率就不到两成 所以也造成我们今年的荔枝产量就是不到平常的三成 像今年的暖冬也造成像平冬的这个洋葱 或者是说云云这边蒜头 它们的果粒就变小 那品质也受到影响产量也减少 这些餐桌上的变化随着暖化所造成的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变高 强度越来越显著正不断重复在台湾上演 今年都咬不咬不咬不咬 这样啊 像今年的话最严重的就是因为 一直冬年根本就不开花 如果以今年来说的话是往年期限值的大概不到一成 那大概就是一天空吨以下 那往年的频率大概就是一万公吨 工农最少的收入可能超过十几亿左右 暖化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危害更加严峻 去年11月在北部海洋平均水温近高达31.2度 也造成该区域珊瑚出现白化现象 海水的温度上升了以后 它其实很容易造成比如像珊瑚这种生物的 它这个产生白化的这个肌肉会增高 海温升高不仅造成珊瑚白化 像文革因为比较怕热 导致产量大减 根据统计去年农业天然灾害损失就高达44亿7千万元 渔业则是5亿9千万元 蓄产则是1亿8千万元 加总起来损失高达52亿元 天气暖化除了影响台湾环境 未来对台湾这块土地还有更大的威胁 就是得面临海平面不断上升的风险 根据研究数据评估 如果2030年全球升温提早抵达1.5度的话 届时台北升温将达2度 受到台湾海峡海水来源多 及地球自转影响 台湾西半部海平面上升率会达全球平均的2倍 届时台北盆地恐淹掉3公尺的高度 大台北约1 3 土地将被淹没 这些冲击都是人为1.1滴所造成 也是大自然对人类一种市井和回扑 政府虽然积极推展国家整体减碳计划 降低地球暖化对台湾的影响 只是一切还来得及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计划 游子 以后 内几个碳上 相线